师父 怎么了 小远 这样 你先去找一下素素这丫头 有客人来了 天一大人 天一大人 我的鼻子没有了 能帮帮我吗 卧槽 这 这难道就是无鼻 我丢 好吓人 那个 师父 我先去找素素了 拜拜 来 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死的 我弟妈 以前跟鬼打交道 现在还是跟鬼打交道 什么时候才能告别这种用术 这丫头去哪 素素 你在哪里 骑了怪了 附近就这一条路 这家伙人去哪 难道去镇个上面 这声音 喂 小甜甜 我都没哭 你个大男人哭个屁 卧槽 钱娃 这家伙人 哥哥 那个 钱娃你怎么在这 远哥 我给你买了点早餐 骑车送给你 半路看到林素素这个家伙 走路低头玩手机 我为了避让 撞到马路牙子了 车都撞翻了 幸亏戴了头盔 你看 头盔都摔烂了 太危险了 差点你就见不到我了 闭嘴 小甜甜 我看你长得贼眉鼠眼 就不是好人 你骑车不会按喇叭吗 还有 谁让你骑车那么快 我看你是越长大越变态了 骑车就骑车 还戴个绿帽子头盔 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还有你们俩很熟吗 他不是好人 你也不是好人 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哼 你欺负人 我要告诉林伯伯 你敢 你要是敢说 信不信我把你摩托车给拆了 别别别 不至于 不至于 都是自己人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头盔坏了 再买一个就行 速速 师父找你有事呢 哼 小甜甜 要是敢乱说 走着瞧 你叫刘远世吧 我记住你了 咱们惹不起 你知道吗 小时候 他没玩具 没事就在家拆棺材玩 拆棺材玩 对啊 玩捉迷藏的时候 把人家小孩 放到棺材里面 还准备拿钉子钉上 结果被小孩父母发现了 愣是跟他爹吵了三天 最后他爹赔了别人一千元 才搞定了这件事 后来我们见到他都不敢跟他玩了 他太暴力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还有这样有趣的事 老刘 我感觉你不对劲 林素素这么奇怪的人 你居然觉得他有趣 没没没 我 我只是觉得他好玩 反正远哥你自己注意 我今天来也没啥事 就是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份早餐 现在包子也压扁了 摩托车也坏了 我得回去修车了 这车还是别人的 真闹心 没事的兄弟 那你去吧 太阳要出来了 我也得赶紧回去 否则一会身体又不舒服了 我就不送你了 走了 知道了爹 刚说你两句你就不耐烦 你这丫头就不能和小远学学吗 听话一点 懂事一点 不要那么任性 下次不要乱跑了 最近有点不太平 师傅 师姐 我回来了 师傅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不太平 嗯 你们进来吧 这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交代一下 师 师姐 咱们进去吧 嗯 走吧 素素还有小远 今天晚上我要出一趟远门 快的话七天就能回来 慢的话大概一到二个月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棺材铺就交给你们打理了 白天开不开门随便 晚上十一点一定要开门 夜里四点就可以关门了 小远 你是男子汉 这段时间也是对你的磨练 如果你能解决掉顾客的问题 那么自然能积散功德 功德之力的加持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正常 到时候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切记 开门的时候一定要点亮咱们的天一灯笼 素素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会拿给你的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相互帮助 相互配合 知道了吗 知道了爹 知道了师父 嗯 天一秘书我已经交给你了 这是天一锤 如果遇到故意捣乱 不愿接受天一八度的亡魂 那就直接一锤子下去 知道了师父 我会看好棺材铺的 出门在外 您一路小心 好 正好你也认识天师兄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给天师兄打电话 他应该会来帮你的 好了 我要去准备东西了 你们自由活动 别人来说你啊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